平安,来示范如何勾置五指手套 选择4号的线和5.5mm的勾针 我使用家里5mm的勾针 也可以试试看用4mm的勾针 会勾得比较结实一点 示范如何起针 把针放在毛线下转一圈 捏紧 挂线 将针通过刚刚的毛线圈 2 3 这就是锁针 一共要勾28个锁针 左手在空线的时候 尽量维持线的松紧度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次你右手在勾的时候 每一个锁针都会很平均 避免忽大忽小 勾28个 开始勾第二行 数4个V 2 3 4 我们要开始勾中长针 好 第4个V 先挂线 将针穿入第4个V中间 我们只勾后面的那一个 好 穿过 现在有看到三个圈 挂线 勾前面两个圈 再挂线 穿过两个圈 这个就是一个中长针 好 勾下面一个V 针穿过这个V的中间 挂线 好 穿过两个圈 再挂线 穿过两个圈 这又是完成一个中长针 所以我们一共要勾25个中长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最右边看 那个是三个锁针 目前我们勾了四个中长针 还要勾 一共要勾25个中长针 好 开始我们第三行 一样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翻转 记不记得 我们勾第五个V 二 三 四 五 好 中长针先挂线 然后将针插在第五个V中间 一个中长针 好 穿过去 挂线 通过两个 再两个 好 第二个中长针 一样 这个第三行也是要勾25个中长针 好 我们勾第二十四针 第二十四个中长针 好 最后一个 因为它是在锁针上面 所以会那个V的动作比较小 小心地把它撑开 穿过去 好 最后一个 第二十五个中长针也完成了 好 四到六 我们就一样 也是三个锁针 翻转 然后第五个V 开始勾25个中长针 好 第七行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变化了 一开始是一样的 三个锁针 翻转 第五个V 好 这次我们勾十个中长针 一 好 还有九个 好 带我 六 七 八 九 好 我们现在开始要勾 八个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接下来要勾八个中长针 所以我们在第九个V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个V 好 先挂线 然后把针穿到第九个V中间 好 这边稍微拉好一下 三个圈 挂线 先勾两个圈 好 再挂线 再把后面两个圈勾完 好 这是一个中长针 一共勾到完的话是还要再勾七个 一共八个中长针 好 我们锁针的部分呢 流出来的那个空挡 就是我们大拇指穿过的地方 最后一个 因为是在锁针上面 所以比较不好勾 看清楚V在哪里 然后把针穿过去 好 第十个中长针 我们勾完了 好 你就可以看到 已经完成一半了 好 继续勾 第八到十三行 都是一样的 三个锁针 翻转 然后勾在第五个V 然后25个中长针 好 我们慢慢的勾 好 勾到我们锁针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是锁针 所以比较不好勾 那个洞比较小 仔细的穿过去 就把这个八个锁针的部分 勾完 这一行一样 都是25个中长针 好 来看一下我们勾的怎么样 数几行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一共十三行 然后稍微测量一下 你的大拇指穿过去之后 是否需要再加 是否需要再加行数 就看你自己的手的大小 因为这个毛线 还有这个针法 弹性比较好 所以 如果喜欢松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多加几行 都以自己的手大小来做一些筛减 因为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增加或是减少行数 手比较胖的就多加几行 然后手指那边比较长 或者是你觉得手腕那边 你不要这么长的话 也是可以减针 这是一个参考 我们最后要把它缝起来 我们是用 你可以用针 把它做结合 也可以用钩针 用锁针来缝合 来把它缝合 两边各穿 就是把洞穿过去 然后挂线 这个没有挂得很好 其实只能有一圈而已 穿过 一共要穿两个洞洞 左右两边都要穿过 然后挂线 直接穿过那个毛线圈 好 就是一样 好 这个线尾 你可以把线尾勾进去 但是没有关系 好 左右两边的 都要各穿一个洞 然后挂线 勾锁针 你当然也是可以用 缝一针 毛线针来 来把两边做缝合的动作 那现在是我就直接 用勾针 用锁针的方式 把两侧都 勾合 因为到尾端比较不好勾 它有点弯 好 找好 找好那个洞洞 因为在锁针上面 所以洞比较小 好 好努力 好最后一针勾好了 好就稍微拉一拉 不要让它太紧 好我们把线剪掉 好最后收尾 好 藏线头怎么藏呢 拿一个比较小的针 或者是你刚刚的勾针也可以 我现在用比较小的勾针 把线尾藏进去 然后翻面 然后试带一下 好 这个物质手套完成了 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说手腕那个部分太短了 或是太长了 你都可以再加针 或者是剪针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示范 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完成 career 您怎么得了 这stock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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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